日本鸡蛋为什么可以生吃 我发现日本这面鸡蛋的包装挺有意思的 上面不断会写着下蛋的日期 就连闪而期限的日期都会标注得非常明白 日本超市里卖的都是可以直接生吃的乌菌蛋 盒子打开以后上面还写着 这种鸡蛋里面是没有使用抗生剂和抗菌剂的 日本人对乌菌蛋的定义就是 刚下的新鲜鸡蛋先用60度以下的水泡一会儿 然后捞出来再放到凉水的里面 说白的就是有点类似于短期保存的鲜牛奶 通过第一文在不影响口感的情况下 消灭掉蛋壳上的沙门氏菌 今天我买的是三倍浓度的生鸡蛋 一块五毛钱一个 比普通的乌菌蛋还要贵五毛钱 看起来还真是挺浓厚的 日本人的早餐桌上经常会吃生鸡蛋拌饭 就是把生鸡蛋搅拌均匀以后 直接倒在米饭的上面 然后再撒点拌饭专用的蛋口酱油 我来日本之前还真是没有尝试过吃生鸡蛋 后来吃过一次以后才知道 这样的鸡蛋还真是一点腥味都没有 真的特别好吃 不已吃过来